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利用假日让阿公阿嬷带俗大来看一些艺人表演 第一个可以提升小朋友的一些多功能的兴趣 不限在读书 第二个老人家他有一个场所可以休息 这是我们的目的 为什么会投入这么多呢 第一个就是要把石刚的东风产业拉起来 因为把这个带动起来的话 再来就是我们有一个市集 让地方来摆的话 会不会把政经产业起来 我们现在已经跟市政府来争取 看会不会街头一人的这边 这样的话第一个会带动官场 第二个呢 让我们民众假日有休闲的场所 去享受一下艺术文化 因为这是平等的 人人要能有这个享受的潜力 所以我要感谢高区长力量这个华东来 尤其是我们针对我们水镇宣导这个博物 带我们大力的帮忙 后来买手我们医疗民运动的一些相关的判备 我也希望医生部立委这边 可以来继续把我们来支持 来努力来打拼 因为我们医疗的所有的华东顶顶 他们现在也受限到一些相关的经费 虽然有些欠缺有点紧缩一点点 但是我们今天要把这边 尤其我们竟然有水镇宣导 透过中央这边 希望可以尽量来允许我们 支付区工所这边 一些相关的金费的需求 最后我是说 这个华东真成功 也恭喜我们 恭喜我们高区长这个华东 扮得这么成功 未来可以我们相方便 可以更加努力合作 让华东来延续让它更美满 快大力一点 加油 加油